Hello, 大家好, 我叫Senia 大家可以叫我通仔或Miss U 在2020年2月, 我創立了DFC LSEASY的項目 用名是通通要識 主要是分享通識科的資訊 如何準備通識科文行史的心努力程 我其實是抗U的畢業生 在2020年就是畢業 我的大學就是Politics和 Sociology 我覺得通識科的學習 對我整個人的成長 又或者對大家的批判線思考 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待會後會分享一些關於我2016年 如何獲取五星星的成績 一些心路的歷程 以及分享一些關於我過往四年 一些教學的經驗 以及講一下我們接下來的 錄影課堂或Zoom Live的上課模式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繼續 了解一下 現在我會分享一些關於同學 可能對於通識科學習 有什麼實大的迷思 又或者是被考DSE的通識科 可能會面對什麼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相關的感受 就是我經常都會收到一些訊息 就說通仔 為什麼我明天可能準備考Ut 但是我現在腦袋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是怎樣溫習 又或者有些同學就說 為什麼我一路出去 都會經過一些大型補習式的補習 但是對於我成績的提高 是用不了上來的 或者有時候可能老師說了很多skills 特體的skills 但是到真正的考試 有什麼原因我會用這些skills 或者五星星的同學的答題是怎樣 怎樣才可以高分呢 這個就是第一條問題 就是我問了學生 你印象中的通識科是怎樣的呢 有些同學就覺得很難以觸摸 很長篇大論 很麻煩 又或者有很多概念詞要記 不知道從何入手 大家都可能會有些印象 到後面了 看看後面的同學還有什麼問題 後面就是 你認為通識科有什麼高分的關鍵呢 有些同學就說 要救死多字 又例子 可以解釋到 過年和過年之間有什麼關係 結構生息中方長 以上種種的迷思 我會用我自己的珍惜 去跟大家去解答 其實怎樣才可以得到高分呢 高分的同學 其實他的答題的狀況是怎樣呢 是不是真的做到 好像我上面所說的 那些 的情況 就可以做到呢 這樣 我們可以繼續去看 這份呢 其實就是我2016年的DSE 不知道可以進入這段影片的大家 是屬於2021還是2022 還是將來可能是2023年的同學 首先呢 可能第一部分 第一就是 我2016年的DSE的分數 就是 367 over 500 我等下會給大家看 我分卷的分數是怎樣 除了我這份卷之外 也有一些是我2018年的學生 它那個五星的珍惜是怎樣 那用我這份五星的珍惜為例 你會見到可能 367 over 500 都是大概7乘1 7乘左右 其實第一個為師呢 通識科 怎樣才可以得到高分呢 其實就不是要追求 100%的滿分這個分數 大概是7乘左右 就已經是做得很好 那我們可能會方便大家有一個理解 我們可以看看卷1的成績 首先就是卷1 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 其實它佔整個 五星的比重 大概是五成左右的分數 而Paper 2 佔三成 而Paper 3 即IES 佔了兩成的分數 但是呢 因為2021年 疫情 所以IES的比重 就割到10% 另外幾%是怎樣 其實都會加成Paper 1 Paper 2 相對另一個比例 所以如果你是2021年的同學 一定一定要做好Paper 1 Paper 1 其實真的要做得很緊 因為譬如 這裡你會見到 兩小時做三條題 每條題 你要視乎分數 去調整你用多少時間 去做一條題 譬如這裡我卷1 這裡有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其實它考試中 是有兩個Marker改的 就不只有一個Marker 其實這個東西 都是去確保 那個考試 那個公平性 或者公正性 即是防止一個Marker 會出現這些太主觀的狀況 譬如有兩個Marker改 其實它都會拉回中間 Average的分數去決定 其實你這條題究竟是多少分呢 你會見到 可能很多同學面對的情況 就是 為何有時八分的題目 做來做去 都可能只有三四分 所以不到五分 其實這裡已經有一條線 就是 如果你有五分 五級以上 其實你有正反博論 做齊了 深入去探究那個題目 和你的論點 又或者是 有沒有充分去運用資料 充分運用資料 其實在Paper 1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如何去概念化資料 所反映的現象 以及去回應 那個資料 所問的那個對象 還有第二樣 就是 那個分數 一定要留意 分數何時要寫反論和博論 例如這條題目 是問 如何支持 那就不用寫反論和博論 如果這條題目 是說 一個支持一個反對 那這種題目 一定是 有正論有反論 但是就不需要博論 那 多大程度 大家同學都應該會寫 就是 可能是大程度同意 又或者是小程度同意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政府如何 政府應否做某某某 又或者 會否帶來一個好的影響 這些 通常的文法就是 A 或B 但其實 你都要平衡正論 反論和博論 那 如果你有五級以上的同學 其實他都會做到 一些要 有批判性思考的位置 其實你一定要展示到 不同角度的論述 還有你去提出自己的論點 究竟是什麼 自己的動作 好 那這裏講的 我那份卷 大家會看到 其實我都不是每題是滿分 但是 會見到 其實我 那個發揮 都是比較穩定的 就是每條題 基本上 都會做到 整條題 做完 還有 分數 不會是整條題 零分 或者是 八分 兩分 保持分數 都是中上游的成績 保持這個情況 照落 就可以了 我看到有些同學 都可能會 很諸 可能是一條題 一定要拿 爆分的 一定要七分八分 或者 一條四分 要追求四分 超過四分 但是在考試的角度 我會寧願 每題都做完 做到一個偏 中上的水平 一題爆分 但另一題 可能是做得不太好 或者另一題 根本是不夠時間做的 我們要追求一個 發揮的穩定性 不然是一條題 突然很高分 但是另一題 做不太好 這樣的狀況 這個是 Paper 1 的狀況 而Paper 2 其實我的分數 都不是20分 超過20分 大概 Range 可能是24分 其實都是 大概七成左右的分數 我寫字 都是有偏料的 但是在考試中 時間 是最為關鍵的 而後面這個 就是 現在 已經叫做 第二 是一位 2018年 一位同學 他最後 就考到五星的成績 其實他是由 第五 開始跟我 上通識的補習 那時候 他在學校 是預測他 可能拿 Level 2 到 Level 3 即是不合格的水平 但是那時候 我幫他看完一份 IAS 和一直跟回 他打好的底 其實半年到 一年時間 是絕對 追得到 所以現在看到這段影片 大家 千萬不要灰心 其實 四月考DSE 是有足夠的時間 去準備 去應事 你會看到 首先 如果是 方法 方法 五的你 一定要做好 IAS 或者是 SBA 因為SBA 佔分 已經佔了兩成 分數 所以 譬如五星 或者五星星 SBA 或IS 都是偏高分 差不多有九成的分數 SBA 會分數 幾個細項 我覺得最容易得分 就是結構 和態度分 因為這個 其實是一個校內的評分 你不會 因為 你本身的平時成績 或者 平時的 Ut 測驗 而影響了 DSE 因為 IAS 是獨立 只要看 IAS 的表現 他就不會看 你平時的 印象 你平時 測驗的 狀況 這份 IAS 的成績 是學校自己 給分 和交給考評局 所以這份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所以一定要做好 他可以確保 在考試中 拿到一個 比較高的分數 你會見到 譬如 這位同學五星 其實他的表現 和我都差不多 只不過 第一題 相對來說 第一題 八分 有四分 但 B 和C 第二題 和第三題 表現 都非常穩定 只不過 只差一兩分 所以 在考試中 穩定 是很重要 這是 DSE 成績的分享 我會大概 接著來 說一下 關於 過往的數據 就是 大家會見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就是 2019 和2020 的 放榜 狀況 和 最新的數字 是怎樣的呢 我們可以看看 19年的 19年 其實你會看到 通識科 和其他科目相比 這個表是怎樣看的呢 就是 大概 拿到 不同的 等級 同學的成績 例如 1 2 3 4 5 5加 包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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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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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大概是10%左右 所以2020年那份剧是偏大一點 相對出來的分數 LV5比例是低了 但其實大家不用灰心 我們用同一套思維和做答 穩定的表現就可以在考試中更加得心應手 這裡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上課的模式 如果你是看影片課程 我每個星期會分享影片片段給你們 當中包括是微信的筆記 還有就是影片 在影片中我會使用SoonLive課的錄影 有中文和英文組的同學 我建議大家在上課堂之前 都可以發揮你們在學校的表現 可能是模式或是測試的程度 或者是你們作答的表現給我看 我會根據你們的程度 首先和你們去制定一個個人化的溫書目標 始終大家都知道 就是考試 今個月已經是2020年的尾聲 接種尾聲的時間 到明年2021年 你四月份就要考 其實在這麼短時間內 怎樣才能逼到自己溫書之餘 做出來的事情是有效果呢 我都會和大家談 現在面對的通識問題是怎樣 因為其實每個人作答的情況都有點不同 有些人高分不到 可能是因為時間控制不行 有些人是因為題型不熟悉 有些人可能是個概念 是記得不太清楚的 或者是卷一可能是抄了很多例子 但是不懂怎樣解釋 又或者是卷二完全想不到項目 不知道怎樣去拆題 這個我都會在課童裡 跟他教授相應的一些答題技巧 在這裏我會含固了一些雜誌 每課我大概會加入一到兩種題型 在同一個片段裏 我會按六大單元去解釋 我會按六大單元去解釋 教完六大單元之後 就會分析這些問題 但六大單元我不會用一個月一個單元 來教授 因為時間始終有點緊迫 我大概是三堂左右的時間 就一定要清掉整個單元 在課堂裏面 除了是教授一些答題的技巧之外 在影片的片段裏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 同常的練習時間 可能大概十五分鐘的時間 大家做完之後 就可以立刻掃描答題的狀況 給我Whatsapp 大家記得可以掃描PDF 還有寫回英文的全名 功課的數量 第一次功課 第二次功課 我是叫senior senior功課一 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仔 可能我現在上了十堂 跟第一堂做一個比較 大家會發現到一個差別的 我都會針對你們堂上的練習 和功課 去做一個很詳細的留言 會直接一天之內 會改給你們 所以 同坊間的大人的補習石 大家可以有我的Whatsapp 所以聯繫起來 會方便很多 我都會親身去示範 如果你們這個項目 如何可以寫得更漂亮 更深密 我都會做一個示例 幫大家寫回 你可以在哪裏 可以加一些 elaboration 會做得更加好 這樣的狀況 其實會更加有針對性 去提高你的成績 還有如果你同時 有15分鐘的練習時間 都會提升到你的緊張感 就是不會 有時候我做功課做得很好 但是到考試那一刻 就不知道怎樣寫 又或者是很緊張 看資料看不及 我們可能在練習裏 都做了一個時間管理 或者是一個時間的控制 其實都可以幫到大家 去準備好沒有那麼緊張 這個心態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之前2020年有些學生 去分享考試的經驗 就是如果太緊張 可能會造成了什麼問題 我上年有一個同學 就是他拿到那份卷 之後他就非常之緊張 就是他看錯了題號 可能他看到那份卷 應該是1,2,3,4,5,6,7,8 但是他就會看到那份卷 可能中間那張紙可以撕開 不是用釘手機釘著 所以他就看錯了題號 做了第一題 然後就做第四題 即他寫第四題的孔 就寫到第二題 就會造成了那個題號 和題目是不合適的 所以又重新塗一個再來 浪費了一些時間 而且內心會更加是panic 所以我們要 心態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 我們平時的課堂裡 去調整考試的心態 以及去做好準備 即是 制定一個屬於自己的 一個溫習的目標 譬如是想著一個星期 去溫一個單元 還是可能是 會儲回一些相關的例子 去做的 如果跟著我這個補習的浪費 其實是在考試之前 或者是學校在考模式之前 可以通過不同類型的題目 我現在都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我推出的一些通識筆記 筆記的例子 大家可以在我DSE LSE 前的網站裏 這裏的筆記 有些例子 大家可以看看 當中包括中英文的筆記 現在展示了第一份 就是 DSE 五星星 Liberal Studies 例子 例子的 treasure book 即是英文中文的例子大傳 這裏我會按六大單元去分解題目 這份筆記是中英對照的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做捲椅 有時可能是想不到例子 又或者是想不到拆框的角度 這裏我會按下 可能是不同的概念 配合三個例子 含括了的 topic 或者含括了的時事 都有可能是最新2020年的DSE 又或者是到2020年發生的一些重大的時事案件 我覺得最重要是看筆記的時事 大家都可能可以做回答案 例如這個例子我知道 或者大家都可以掩蓋 這份筆記的第一、第二、第三項 可能看到 例如香港舊區重建的 有什麼地方的例子 如果大家可以逃手寫到兩、三個 我覺得這個都已經不錯 其實你已經掌握了這個例子 或者你知道某一個例子 但它的英文是什麼 寸法是什麼 大家都可以嘗試在溫書的時候 自己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可以令到我們記例子 更加得心用手 不會是死背 這份筆記會含括了六大單元的內容 到後面我覺得這個是最精華 就是我會列舉了不同的發展狀況 當中包括香港的發展狀況 中國、全球化、當今社會 一些常用的拆題的比較點 這裏都會列出一些DSE的題目 我們可以形容一下 剛剛所說的一些特色 如何形容一下這條題目 另外一份筆記 就是這個擴練詞大船 這份是中文版的 這份筆記適合一些 可能是臨考試 要想有些拆題 或者是精讀的筆記 這就是分六大單元 如果大家可能看到一些 概念大家覺得很棒的 可以幫到我們去做考慮 也可以自己去畫個框框 填在後面 這裏就是按六大單元去做一個分題的 當然後面還有一些更詳細的解釋 例如綜合玻璃這個 概念要怎樣刷 全球化有什麼特徵 這裏也有一些相關的例子 而後面這裏就是六大單元 一些更詳細的部分 大家可以提供 如果真的不知道概念 可以看看這些細節上的解釋 當然還有一個通識答題的筆記 這裏也含有一個英文版的筆記 更加多的筆記 大家可以提供我的網站 看看哪一份是缺乏的 或者缺少的 可以幫助大家 這裏就是通識的英文版 包括概念 或者後面的不同類型的題目 這個筆記的分享就到這裏 大家可以就著哪一類型的資料 可能是幫到大家的 還有可以留意 我也是有做一個模擬卷的考試 就是通識模式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能去了解通識模式的表現是怎樣 都可以再聯絡我 去試一下去做一份計算時間 去做一個通識的卷一和卷一 我都會詳細去改給大家 我都會給一個predicted grade 因為我過去的四年 其實都有幫一些大型補習社 去做一個全港的通識模擬考試 同樣除了改卷之外 都會針對你的問題 去做一個詳細的review 好 到最後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可以推介給更多的朋友 去留意我這個 studygram DSE LSE 我都會不定期去做一些通識資料的分享 或者去分享一些相關的概念 或者是時事的例子等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我們可以遲些再見 拜拜